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哎呀妈呀 刚才过来那出租车 太把我冻死了 我来清白是来过夏天的 不是来过冬天的 今天我们来的是一个韩式烧烤 然后它烧烤自助 就是在泰国吃韩式烧烤 是什么味道呢 今天我们来尝试一下 听说是一位是199太多 合成人民币是30多块钱 不到40 39块钱饭 看看39元人民币 在清白街头的大棚里边 能吃到什么样的韩国烤肉 吃先去去哪啊 来啊 这肉还肉串这两盘子吧 好 这在哪 章鱼来点吧 好的 谁啊 我不懂 一会儿再拿着 虾 那那个呢 那个是鸡翅 嗯 对 拿 这家是很辣的那个鸡翅 我就不拿了好不好 好 来 去吧 走 好吧 就是 现在就这么一桌的东西 然后呢 说是韩式呢 也不是纯韩式 对 因为它那个蘸料呢 是很明显就是菜式的 嗯 然后 虾有没有 就看运气了今天 因为要靠抢 我们今天的对手 是本地的清白人民们 就是要跟他们一起抢 刚才呢 那个下废 他们那桌的那个 我们一个小湖的小姑娘 想走了两大块下 哈 五分年龄之间的竞争 对 对 这是 五分年龄头的 肥肠 然后 猪肝 然后这边有那个鸡肉串 还有腌制好的猪肉 牛肉 新蒸菇牛肉 我先来一块肉得辣 这有熟的吗 那料呢 是这边绿色的 我要不让人看起来很辣 嚼动啊 太高了 时间太久了 太久了 太高了 下料有什么不一样吗 太高了 让我发现一个 非常好吃的 嗯 这这个薯条 格外也好吃 你别拔 薯条现在就吃满肚子了 炸的都已经 酥脆了 就是里边连那个 跟我们平时吃的薯条 是不一样的 超不脆 像那样 靠这个可能就 不饱了 把我对付过就 对 哇 很热呀 热火朝天的感觉 都不敢靠近那个锅 你看 吃点这个吧 炒饭 这个肥肠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 就主要是这个 这个酱料 这个酱料 这个酱料的味道 但是它很忧热 嗯 这肥肠很忧热 尝一个鱼干 蘸一下料 拿筷子什么 就拿鱼子吃吧 出饭好吃 炖的是吧 出饭很难 嗯 这个菜式的甜辣酱 还挺适合这个干的 嗯 嗯 因为它吃的比较薄 所以还挺好吃的 好的 嘿嘿嘿 就是没想到 外还可以入那儿 放一个这个锅 然后煮那个 方便面 然后我先放点这个 泡菜下来 这样的话就比较 韩式 有味道 这个面子还挺小的 小块 这个料在里面 你找到的那个韩国大酱和这个 蒜 所以就可以 泡一个 泡一个 先放一点肉 然后放一点这个酱 酱好像放多了 啊 这样放多了 然后放点泡菜 放两盆大蒜 这个大酱的颜色 还有点偏橘红 对 这个味道 尝一下是不是那个 那个味道 好大一顿 我包这块是猪肉 但是这个辣椒还挺咸的 还行吗 不想吃 还可以 来吧 包面好辣 就吃了天黑的 我先尝这汤 我先尝试 喝清淡的 嗯 挺好的 不是很那个什么的 看 聊聊聊聊一下 它这个面吧 应该是那种有点干脆面的那种 所以它就是应该还有点嚼勾 可以 可以 您辛苦人买一个吧 它好小啊 我吃还有点 不是吃完 喂 我吃两天 我吃不饭了 拿泡菜 好像是走 看看 我吃过 有点 我吃咸 我吃过 你看 你吃过 我吃到 这虾鱼还挺厚 这个看着大 但是虾肉不多 小小 肉质不得的 虾肉的肉质还是不错的 算新鲜 那就是芒果饭 还真不太会弄这球 有点太疼心了 咋着吗 我再弄一个绿茶 太丝 够了 够了 这个可以了 走吧 帐杆呢是169菜猪一位 我们是三内 然后呢冰是15块钱 15块钱 还有一个可乐 大可乐是40台猪 8块吧 是吧 大可乐还挺贵的 反正都挺丰富的 啥都有 但是我觉得 并不是很像韩国烧烤的味道 食材都不错 还烧 反正才三个味道 你还背称什么呢 对 �机 使用 食材